三周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美国财政部讯息显示,美国对一家伊朗实体公司等机构实施了限制结算和制裁。 而在此之前,美人已通过SWIFT突然中断了伊朗央行结算服务。 伊朗石油将何去何从? 美国实际上是将这个问题推到了5月份。 届时对伊朗原有几个最大客户的豁免将到期。 而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中俄也正通过融资和石油货币等多方面的举措,来帮助伊朗石油继续出口。 而按目前的最新信息来看,事情突然又有了一些新变化。 按德黑兰时报,近日援引一国家石油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话分析称, 中国企业已投入20亿美元,以协助升级,并发展伊朗东南部的炼油厂。 同时,1月初,中国最大的一家炼油商,也已向一国有石油公司NIOC,注资了30亿美元, 以共同开发伊油田资源。 而早在去年10月,伊朗央行已经正式用人民币替代美元, 并把人民币列为伊朗的三大主要外汇货币, 并将2000多万桶原油提前储存在中国大连的保税仓库中, 以便继续向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全球市场出售。 此外,伊朗买家也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 比如,去年11月,已经有130余家中国企业, 在伊朗举办了中国品牌商品展,就是最生动的注脚。 上周,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发表联合宣告称, 三国将联合建立与伊朗商业结算机制Instaxes。 对此,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萨纳伊, 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欧洲伙伴提出的金融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 表明欧盟或某几个欧盟国家,能够独立做出有利于对话和世界稳定的决定。 伊朗认为这是迈出的第一步。 不过,我们注意到, Instax 机制是一个由欧盟支援的机制。 总部设在巴黎, 由一位德国银行家经营。 理论上允许欧洲银行和公司, 继续与伊朗进行交易,而不会被罚款。 在地域上, 将美国市场完全排除在外。 不过, 该系统初期将主要用于对于药品、 医疗装置和农产品和伊朗人生活相关的领域, 但不是用于伊朗石油等重要的能源贸易领域。 对此, 萨纳伊也直言不讳地说, 伊朗希望欧盟比现在所做的更多。 一些专家也对RT表示, 该机制或毫无用处, 不会改变欧洲公司的任何内容。 因为他们无法确信, 他们可以在不受美元限制的情况下, 与伊朗做生意。 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现在事情又有了新进展。 称, 俄罗斯和伊朗在包括能源在内的贸易, 将放弃美元, 转而支援本币。 根据俄罗斯驻伊朗大使 Levan Zagarin的说法, 俄罗斯和伊朗, 几乎在双边贸易中将绕过美元。 只使用卢布和李亚尔, 紧接著, 称, 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土耳其, 是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四个关键载体。 也正在通过任何必要的投资和解算机制, 以绕开美元。 而根据俄罗斯当局的定义, 欧亚经济联盟EAEU, 也正在制定一个促进经济合作的 五美元支付体系的共同制度。 它与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一系列合作伙伴,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不仅于此, 据VeroHatch在本月六日报道称, 伊朗的四家银行, 也已经开发了一种名为Payment的黄金加密货币, 将释出十亿个已开展加密货币的金融交易。 伊朗可能会在近日公布其国家支援的加密货币计划。 对此, 伊朗石油部副部长日前对俄媒2T称, 目前, 伊朗找到了购买石油的新买家。 而这些客户的数量, 实际上也在增加。 并强调, 这是由于市场需求决定的, 美国无法令原油出口量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 一个旨在维护瑞士与伊朗之间贸易关系的特殊财政机制, 也已经准备好实施。 再考虑到, 中国买家与伊朗经济的其他领域合作也正在扩大。 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量, 也已达到国际市场份额6%的占比。 这更意味着, 伊朗把人民币列为外汇货币后, 可以为伊朗经济增加经贸往来, 并为该国经济注入新活力。 而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 这有可能会成为一股东风。